三星The Friend TV画笔电视为您最喜欢的空间画龙点击 当关闭电视时 电视将转化为艺术化了 一件漂亮的艺术画框为您呈现的一切 The Friend TV画笔电视呈现得更漂亮 在这一集中我将为您展示如何在The Friend TV中 使用Art Mode Enhancer 艺术模式增强器 留而将您喜欢的照片传输和设置到画笔电视 欢迎来到艾德斯战争脱火器第30集 充分利用画笔电视 接触画笔电视艺术模式 你可以在不看电视的同时欣赏数千件艺术品 您需要做的第一步是激活艺术模式增强器 Art Mode Enhancer 按下遥控器中的艺术模式即可 艺术模式增强器为您提供更智能更有效的方式 来管理画笔电视的艺术模式 启用后 屏幕亮度会根据照明条件自动调整 电视在检测到周围无人时 电视会自动关闭 准备尝试了吗? 跟随我 让我们了解更多艺术模式增强器 画笔电视会检测您的动作 并自动打开和关闭 你可以将设置更改为 5、15或30分钟后自动关闭 1、2、甚至4个小时 你可以随意设置它 所以不用担心浪费电影 您应该调整亮度 与获得最佳光碳效果 也充分享受您的作品 如果你愿意可以自动调整周围环境的亮度 看看同一个画面 如何根据您周围的亮度进行调整 如果想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调整 你可以手动设置亮度 你想要什么样的亮度 去亲自尝试 如何获得艺术图画并随时替换 有两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订阅三星艺术商店 每月订阅费只需4.99美元 你可以从世界著名的博物馆或画廊 下载大约1400件高分辨率艺术作品 你只需要选择你喜欢的内容 并将其设置在电视上即可 其次你可以从Google下载高分辨率图片 或者使用您自己的照片 画笔电视配备6G内部储存器 足够让你储存非常多高分辨率的图像 这些下载的图片可以传输到你的手机 然后您通过Smartin应用程序 将它们传输到电视 你只要将其导存在电视 我的照片区分的即可 这是将图画传输到画笔电视 最简单的方法 或者你可以使用Bandrive传输它们 请注意所需的图片比例为16x9 如果你的手机没有修改图片大小的功能 在iPhone或Android手机中 会设计多免费的图片修改应用程序 让我为您演示 一些我们从网上下载的照片 我们通过Smartin应用程序 传输到画笔电视 您可以为不同的场合 营造不同的图片 例如展示农历新年全家福 您的节目照片 或甚至派对标志 当您在客厅举行派对时 这款画笔电视的美妙之处 在于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修改图片 在安装功能按键 您可以选择内边框的颜色 或者您可以转到照片过滤器部分 进行自定义 这款画笔电视 充分让您选择您喜欢的照片 以幻灯片的方式呈现 画笔电视不仅为您带来 各种流行的作品 而且您可以获得艺术模式增强器 以便在优化的环境中 享受这一切 请记住 如果没有详细的产品颜色 请不要购买任何画笔电视 我们欢迎您参加我们的 画笔电视产品颜色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